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一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十一集,我是310 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这里要现茶楼补缺一下 这边上一集呢,有这个东西漏掉了 首先是这个地方,这个大台阶的两边 沿着这个流着岩浆的扶手上去 再扒住这个火盆的边沿 绕到另一侧的这个墙里面呢,是有红昏宝箱 虽然只有区区的这个三十点红昏 然后在这个对称的位置,同样也是有一个 那这个三十点的红昏就跟空中石化敌人以后掉下来摔碎的那个奖励点数一样 也不知道这个游戏后期还布置这种三十点的红昏 还有什么意义,也许是这个石化之眼或者凤凰羽毛 他收集期以后就变成这种魂很少的这个宝箱了 不太清楚,反正这个上次漏掉呢,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旋转刀刃这里,这里有更便捷的方法 也就是空中两次这个二段跳加R1 再接一个二段跳就可以直接贴边走过来 完全不用去中间的这个平衡幕上移动 好,这边用斜刀直接抓着这个绳索下来 然后上级呢,有同学反映说这个地方会出现T图错误 然后我这里特意试一下,果然是会发生这个T图错误 那这个人物掉出场景呢,就算直接死亡了 那这个情况怎么会发生呢 我也是试了好多遍,想搞搞清楚 咱们暂停,然后restart再来一次 还是一样的走法 沿着这个边,二段跳加R1,二段跳加R1 最后一个呢,直接这个二段跳就可以了 然后到这里,L1加X跳到最高点以后 放波赛东之怒,再接L1加X就可以抓住这个绳索 好,那么沿着这个梯子下来 好,可以看到这一次呢,完全没有发生这个贴图错误 非常顺畅 那咱们多试几次 这个地方我也是,今天试了无数次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结果最后总结下来呢 貌似是这个人品问题 好,咱们也是同样的这个走法 这个方法过来 然后到这边,这边发生了这个贴图错误 那我这里还想去引一下 到底是走到哪个位置可以把这边的贴图给引出来 哎,这边走到那边 好,这一条这个地方都走过了 然后下来依然是这个贴图错误 那咱们restart一下 然后还是一样的走法 但是这一次呢,就没有出现这个贴图错误了 所以说我试了很多遍 看来这个东西确实人品问题 如果你玩的话,碰到这种情况 那就直接暂停 然后restart一下 一般这种人品问题不会连续出现两次 好,这边走下来呢 就可以看到 好,非常顺畅 这边没有任何贴图错误 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绕过了上面的非常多的一大堆机关 和好像一个还是两个这个红红宝箱吧 反正是一种节省时间的方法 因为在这个平衡幕上走呢 确实是比较危险 好,这边拉一下开关呢 就可以迎战这个boss了 那咱们今天再来看今天的这个节目 好,那么这个节目更新的慢呢 也是有好处的 对吧,很多这种这种事情就可以及时给它补上 要是以前的那些节目 特别是像在雅典城里漏掉非常多的宝箱啊 还有还有之前无数人说的这个 在跳柱子那儿的弓箭手是可以干掉的 好,这种问题虽然说大家都指出了 但是也这个无济于事啊 我这边存档已经覆盖掉了 我总不能为了这几个弓箭手再重新录一遍 所以说这个节目更新的慢呢 就可以在及时看到这一集的这个留言当中 指出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下一集就可以及时更正 这个对于整个视频的这个完整性 和这个新手玩家来说都是不错的 也是这里感谢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 大家以后看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呢 也要多多留言 毕竟我也不是什么达人 这个战神了解有限 好,那么这边呢正式来看这个BOSS 这个BGM也是非常赞的 这个米诺牛 盔甲的米诺牛 咱们跑到这个台子上来打他 好,他抓的就逃远点 然后这边把他这个盔甲上的这个孔给他打的冒气 这样就算是一次攻击成功 好,不要被他抓到 好,有时候他会放这个岩浆这个时候要二段翘 然后他从远处冲过来呢肯定会这个让这个岩浆给建起来 那么咱们就空中提前二段跳 然后他放这个两个手抓的那个技能呢 咱们就直接用波赛东之怒直接扛过去 当然你翻滚也可以了 但是咱们这个魔法无限就不用这么这么省了 就直接跟他硬拼 好,提前二段跳 然后空中L1加X 诶,这边掉下去了 那掉下去不要紧 咱们赶紧上来就行 在这个平台上呢 Boss的几种攻击方式都是比较好躲的 效率也会相对高一些 这边把这个身上的气孔全部打亮以后呢 要及时赶过去抓这个QTE 这个QTE一会就会消失 所以说要速度快 然后到那边呢 这个QTE就是不断的转摇杆了 当然是转这个左摇杆 按照提示来转 前面六下呢是随机的 最后一下是这个转圈 好,把他垂下地板呢 这边可以得到大量的绿魂和蓝魂的补给 所以这一战的话魔法不用太节省 然后他这个煞愣在那边呢 就到这里来搬一下这个机关 让这个点燃的木桩子射过去 好,可以看到他胸前的这个盔甲呢 也是发生了这个裂痕 好,他又用这个 咱们用博彩冬之怒扛过去 可以看到每次把这个气孔点亮 他都是会给蓝魂补给的 哇,他又用这个 冲过来呢,要提前二段跳 要不然看他撞倒的时候 再次跳就来不及了 这边被砸了一下 好,估计还有一轮 他又要出这个QTE提示了 这边只是翻滚 好,赶紧下去 这边呢,这个可以看到他非常快 我已经用这个连续翻滚过去了 还是来不及 那这个地方呢,不要紧 咱们再给他一点这个 攻击力高一点的招式呢 就可以再把他打出这个QTE 而且还会回复大量的蓝魂 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划算 然后又是这个QTE 依然是这个六下 最后接一个转圈 好,还是老套路砸他一下 得到大量的这个蓝魂和绿魂 然后赶紧跑上来 趁他硬直的时候呢 再发射一发这个木头桩子 这边木头桩子是无限的 大家不要担心这个打完 不过你这个 他如果没有出现那个硬直状态的话 你去用木头桩子射他是没有用的 好 现在进入这个阶段呢 就是把他这个盔甲慢慢打掉 可以看到右上角这个血槽 他的盔甲会慢慢掉下来 一块一块 好,可以看到又掉下来一块 好,这边想用L1加X结果被撞了一下 好,那么走到这个手边上呢 他就会使用这个砸下面这个岩浆的这个招式 咱们要二段跳躲避 掌握好节奏 好,这边又打掉一层盔甲 哎,刚才是这个出招的无敌时间躲过了 好,还有一次就可以把他身上所有的铠甲给掀掉了 好,这边二段跳先躲一下 好,那么这个地方不能贪多 还是用方方三角比较好 好,这样的话 他身上所有的铠甲都爆掉 爆掉以后呢 是会给我们非常多的蓝魂和绿魂 而且他非常脑残的把这个头盔给摘掉了 这个不是咱们打的 他自己摘掉的 大家都看到了 好,最后这个形态呢 就直接躲在这个地方就OK 哎,下面好像有大量的这个蓝魂和绿魂 不过好像不下去减不到 那咱们就无视了 反正这边HP和这个魔法都是满的 HP是接近满 那这边就进入一个循环了 可以看到站在这个角落呢 他就只会用那一招 咱们只要这个提前二段跳回避 然后掉到地上以后呢 接这个一下方块三下三角这招 好,二段跳再接一下方块三下三角 这样就可以完全无伤干掉这个家伙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打法 这个牛的HP实在是非常厚啊 一开始要打掉他这么多层铠甲 然后最后还要这个血 也是少得非常慢 咱们现在是顶级的这个混沌之刃 要是换着这个许德拉BOSS早就死了 好,那么打出他的硬直呢 这边得到大量的回复 然后这边趁他傻愣着那边的时候 赶紧再发射最后一发 这个木桩子直接把它钉在门上 那这边可以看到他用脚后跟给咱们开了一条路 好,下面有非常多的魂 咱们跳下去收集一下 好,然后从他这个脚后跟打开的这个门这里呢 就可以沿着这个螺旋楼梯一直上去 我不知道这个米诺牛他之前藏在什么地方 是中间这个大笼子里面吗 好,这里还有存档点 那么走到这个房间呢 可以看到有蓝魂和绿魂的宝箱 然后还有一个红魂 好,四周围好像都没什么东西 这边的墙壁也不能破坏 那么中间有一口棺材 咱们把它打开 里面躺着的又是这个建筑师的儿子 这是他第二个儿子了 好,也是把他这个脑袋给拔下来 依然会成为咱们这个过关的道具 然后这里这里这个原路返回 这里卡住了 好,这边再沿着这边这个小门走过来呢 可以看到之前这个门有亮光 那咱们回去调查一下 好,走到这里出发剧情 又碰到了这个冥王哈迪斯 可以看到一代的哈迪斯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和三代不太一样的 他说你奎爷,你已经非常牛逼了 但是很显然你还不够牛逼 那么我要让你变得更牛逼呢 你就要拿我这个力量 这一场魔法叫做哈迪斯军团 这个哈迪斯军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而且也是非常强力 咱们用一下试试看 好 可以看到放出非常多的灵魂 然后也可以打到一个很高的连击数 而且他们会自动跟踪敌人 好,那么这一场战斗呢 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不是像我这样 使用这个魔法无限的bug的话 这个这一场战斗请这个尽量 节省一点这个魔法 至于是什么原因呢 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好,那么咱们这边魔法无限的话 就可以随便用这个美杜莎之刃 美杜莎的石化光线 把他们全部解决 好,这个防反的按方块 和按三角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按三角 就是即时防御以后 这个出现画面变慢的那个动作以后 再按三角 然后按方块的话是大范围的扫机 然后这边他又说废话了 说什么以神的名义啊 以奥林匹斯的名义前进 不过用这个即时防御 再接这个反击的话 很有可能会按成这个L1加方块 如果说你这个L1没有即时松开的话 所以说还是要当心一点 然后这边沿着这个水路自己前进呢 就可以回到 回到这个潘多拉的环形地带 好 咱们到水底去开一下这个门 用那个脑袋 好 这个门一打开呢 这边水位就降下去了 可以看到这个门 这个防水密封做得非常好啊 滴水不漏 好 然后咱们先去开这边的门 这里呢 要解一个谜题 就是让这个三层潘多拉的这个环形地带 把他的这个门给他对到一条线上 好 咱们先来转这个最外面的 好 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而且我记得 哎 这边刚才转过去那个门呢 就是得到阿瑟密斯之刃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转的 我记得当年玩战神 在PS2上玩战神1的时候 因为是D9的光盘嘛 还有时候经常会读不出来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转这个大转轮的地方 哎 刚才那个是入口 在这个转大转轮的地方 是很容易这个光盘给卡住的 会下面出现一行这个楼顶字样 然后就一直卡在那读不出来了 这个 所以说这个机关我也是非常痛恨 他转的时间非常长 而且经常容易这个 经常容易这个四季好 转到刚才那个地方就是正确的道路了 那咱们再来开这个第二层 也就是中间这一层 也把他这个门呢 对到刚才转出来的那个门的里 好 咱们说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得到哈迪斯军团以后 为什么不能这个马上用 因为这个战神1当中呢 好像得到那三个神力啊 也就是波赛东的愤怒 然后宙斯之怒 还有哈迪斯军团 好 转到了 这三个神力得到的时候呢 是不会有这个魔法无限的效果 只有这个美杜莎 他这个得到以后呢 是会给你一小段时间 时间就是在敌人消灭光之前的你的魔法是无限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既然不是魔法无限的 咱们这就要省着点用 因为后面要碰到一种非常难缠的敌人 必须要依赖这个美杜莎的石化光线 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用这个无限魔法的这个 这个bug的话 就最好不要在刚才那场战斗当中消耗掉大量的魔力 要不然这边可以看到一路过来都没有这个蓝魂宝箱的补给 要是那一场你把蓝魂用光的话 接下来后面的战斗会比较郁闷 当然我不是指这场战斗 好咱们这边这个路全部 成为一条直线以后呢 再到这里来推这个东西 好可以看到一束光线照过去 照到那边的这个机关上 哎然后这边的这个机关就启动了 然后伴随着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他方 中间这个石像呢就升上升上去了 就是晴天柱啊 哈哈 好那么刚才转那三层三层那个转盘的时候 如果你从先转里面再转外面也是可以的 我也试过但是在最后的时候 那个最里面的那个机关 一开始如果你对好的话后面他会这个动掉 也就是你转外面那几两层的时候 会把最里面那个小的机关给他这个动掉 所以说还要最后去转一下中间那个小机关才行 总的来说这个时间差不多 因为这个跑进跑出还要花费不少时间 所以先转里面先转外面都一样 好这边这个石像 立上去以后呢 这里的机关就收进去了 不过这段动画实在是好像没什么用 好咱们这个一路畅通无阻 这边视角一转就容易这个走反 好这边雅典娜也说你现在是非常牛逼 但是你得当心一点 你这边这个升降机上去以后呢 你不拿到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你就回不来了 你想好 那咱们当然是要上去 好他说随着Kratos慢慢升上去 做这个升降机上去呢 他意识到这个神像 不只是为了纪念这个潘多拉神庙 纪念这个众神 也是为了纪念这个神庙的 叫做叫做建筑师 然后他说虽然说底层的这个 潘多拉神庙的试炼是完成了 但是上到顶层 这边的试炼会变得更加艰苦 那么这句话呢 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顶层 会出现一种非常难缠的敌人 这种难缠的敌人 这种难缠的敌人就是潘多拉守护者 也就是之前在战神3 也看到过的那种山羊头 那那个山羊头和三代一样 应该说比三代还要难对付 好这边往前走就会碰到了 那这个山羊头也就是 人生这个羊头的这个怪物呢 在希腊神话当中也是有记载的 它是一种据说是一种非常淫荡的怪物 可以看到他拿根棍在那边耍 这个也是有隐喻的 好这个问题咱们就不多讨论了 咱们来说说游戏当中的这个萨提 这种怪物叫萨提 也就是人生羊头的怪物 然后可以看到直接投机和空中投机 都是奏效的 但是没有像三代那样攻击力高 三代是地面投机三个就可以干掉 好他站在棍子上面就是在挑衅 咱们可以上去干 那打这个东西要注意 可以看到刚才他起身的那一下 也是有攻击判定的 所以把他打躺下以后 不要靠太近 然后可以尽量利用防反 好可以看到他非常灵活 经常防御经常闪避 咱们很难打到他 而且他起身那一下还有攻击判定 好也可以用阿一阿一在远距离因他 阿一阿一方块这招 哎没回到 那这个投机为什么不使 这个一直连续用投机呢 因为这个怪物啊 他这个投机要按圆按得非常快 而且要按很长一长时间 这个对于手指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 所以说很累 我感觉还是直接用方块三角的技能干掉 比较好一点 那刚才这个出现两个山羊头呢 就不要客气了 直接美杜莎实话 要不然这个战斗会变得非常非常吃力的 大家如果说对付这个怪物比较苦手的话 也尽量多用用这个美杜莎 实话光线对付他的克星 好前面可以看到这个阴生女妖 这个叫做哈比的怪物 这个在希腊神话当中也是有记载的 叫做哈比 阴生女妖 好他说这个 奎托斯为神已经干了很长时间活了 他知道这个哈比出现是意味着什么 他暗示着他曾经的这个主人 到底是过去多久了 自从他从这个差点丧命于野蛮人头领手下 那一天他用一切换取自己的生命 天空支离破碎 战神出现了 奎托斯向战神求救呢 战神就出现了 随叫随到啊 从奥林匹斯山下来 他看到了一个神能够赋予一个凡人所有的力量 埃瑞斯拯救了奎托斯 并且把他变成一个完美的战士 以及他在人间的这个仆人 而所有这一切只需要一句简单的誓言 我的生命是你的埃瑞斯 从今天开始 我会做所有你吩咐的事情 好 那么这个埃瑞斯呢 利用这个神力 这边就把这个野蛮人全部干掉了 可以看到埃瑞斯是非常非常强悍 不像二代这个 克里托斯作为战神 打个架还得自己亲自出马 埃瑞斯可以用意念杀人 好这边他说 一般的这个武器呢 是配不上这个 新的神的仆人的 而这把混沌之刃 从这个最邪恶的地狱深渊里锻造出来 一旦被装备上的这个锁链 就会永远禁锢 并且制烤这个使用者的肉体 时刻提醒他这个效忠的誓言 而作为这个回报呢 就是无穷尽的力量 他把这个野蛮人头领给秒杀了 这家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非常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是如此之大 连葵托斯也承担不起 暗脏的禽咒 我知道你是为谁干活的 回到你主人身边去吧 告诉战神 我已经不再是他的人了 这句话真激情 他说我一旦回到地上呢 就是他的末日 我一定会得拿到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并且使用他 让这个战神爱瑞斯 颤抖着倒在我面前 好这边剧情过了 咱们到这里先不着急存档 右边还有一个这个隐藏宝箱 好那么咱们这里正式来到了这个 潘多拉神殿的这个上层 叫做疯狂峡谷 好那么开完宝箱的这边好像可以升级了吧 好这边需要4500 那这个 可以看到哈迪斯军团 他一级升到二级就需要4500 而波赛东是 二级升三级需要4500 那作为后期获得的魔法 这个需要的红魂也是特别多 好升到二级以后 放出来的这个灵魂就会变得更强力 然后升到三级是需要1万点红魂 这个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非常贵 当然也是非常实用 好那么这边存档点存一下档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在同学说的这个疯狂峡谷的那个 八个穿越下一集咱们再演示 好各位同学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集再见